之前呢为了宣传电影一夜惊喜啊 范冰冰是频繁的穿梭于各种娱乐节目 小伙伴们惊呼的时候发现 哇原来范爷也如此的有娱乐精神 可是等电影上映之后呢 大家也发现一项优雅的范爷 原来也可以很二很可爱 看到我们的那个预告片 或者看到好多花絮里面 我就觉得好二啊 那个女人是谁啊 对就觉得你一下子 你觉得你自己本身 你在现场的某种状态 然后你在演戏的某种状态 你觉得你至少小了五到八岁 你说喜欢我 你有病吗 在七夕日当天 范冰冰以烈焰红唇 身披白色婚纱的照片 登上某杂志的方面 为了给一夜惊喜制造宣传点 在重庆宣传时 刑报男主角李志廷 并且两人在采访时也曾表示 在自己拍戏的某个瞬间 爱上了对方 有一场戏 拍泥雪佳的时候 我说我走了 然后两个人很近 然后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深情的东西 我看到他很大很大的眼睛 然后跟他说那个台词 有一瞬间真的是 哇 进入了那个东西 就觉得 我现在女生真的挺迷人的 让我感觉到一刹那的感觉 啊 很好 这游戏 然后导演喊咖叫 喂 这种感觉 尽管在每一站的宣传中 都会有媒体撮合男女双方 但范冰冰总是会以大胆的玩笑 结束话题 还自称 自己与女主角一样具备二的特质 甚至在做客某节目宣传时 也打出 当女神变为女神经病的宣传语 挺犯二的 然后有点大大咧咧咧的 所以我说过里面也是这样 我不是一个特别细腻的 然后追求什么浪漫感觉的 我就是很直接的 你可以吗 我可以吗 那我们就做 然后 就经常 因为性格是比较值得 所以就经常会有这种 伸颈病或者犯二的过程 大大咧咧时常犯二的范冰冰表示 只有面对另一个人时 自己才会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我一直是被我妈想住的 我觉得一直就没有逃出她的魔掌 所以我觉得到 你看我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我都没有敢 有勇气跟我妈说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现在我要为我自己 我不敢 然后我其实在私底下 无数次被想了很多次 包括我有的时候 好像在床上睡觉 其实有没有想到反抗 可是你一看到她的脸 就觉得算了 我忍忍再说吧